小刘穿着一件单薄的外套 他说从1000公里外的河南赶到安吉时 天气还没这么冷 这段时间突然降温 他的心也凉了半截 小刘说这次到安吉是为了找网友小张 对方自称2003年11月30号出生 还没有满20周岁 怎么认识这个人呢 通过知乎嘛 他各种发比如说他自己的资产信息啊 工作之余然后怎么样挣一些外快啊 然后诸如此类吧 一个月他说能赚个二三十左右吧 怎么赚呢 他就是他去叫什么投资 小刘提供了小张的知乎账号 里面的内容已经没有了 小刘说对方之前介绍了一些投资虚拟货币赚钱的办法 声称一个月赚好几十万 他心动了就加了对方微信 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线下见面 也可以签合同 然后还给你看你的他的身份证信息 然后现场给你看他的资产 那我想一般来说那骗子对吧 做了亏心的事或者说做了犯罪的事 他不应该他不应该会与真面目来是人啊 9月初小刘从河南赶到了安吉 跟这位小张碰面 看到对方提供的个人信息后 小刘放心了 立马签了一份合同 内容大概是说 小刘将30万块钱冲进一个叫欧易的APP里面 把账号交给小张去运营 盈利的部分小张抽取65% 小刘拿剩下的35% 他说这个不会不会亏的 如果亏了的话 他来去去帮相对帮你保理或者说帮你单 就是按照他的意思 然后把这个钱然后兑换成虚拟币 然后通过这个APP 小刘手机里还装着欧易APP 打开之后里面显示一些数据信息 小刘不懂怎么操作 全权委托给了小张 小刘回忆 当时把钱冲进去后 余额一直显示30万 没有什么起伏 结果不到一星期再打开一看 他吓了一跳 就是发现账户里面 这个所有的金额都变成零了呀 然后你问他怎么回事呢 他怎么说呢 他说那是这个交易所的问题 是这个APP的问题吗 APP的问题 他说APP的问题 然后你去找APP吧 然后我说这APP 比如说总部在哪呀 他说是国外 根本就没法找嘛 那你上面有没有路径 看到那钱被转出去了 本来怎么样的呢 我本来就不懂啊 在跟他接触之前 我没有接触过这个APP 也没有做虚拟币 小刘说小张答应会保底 他就让对方还30万块钱 小张一开始说 外面有37万的债权 要回来都归小刘 后面又说只愿意承担20% 最后又表示 自己2万块钱的外债都没有钱还 更别说30万了 之后还把小刘给拉黑了 于是小刘再次从河南赶到安吉 按照小张的身份信息 找到了他的家人 后来他不出面了 他所有的事情都是 他让他父亲来出面 那后来他可能 我知道他父亲在哪里上班 我去他单位去 这个反应情况 然后可能他比较生气吧 他又通过一个小号 然后加到我 然后一直说该倒霉 那活该 然后那我有钱 我有钱反正对吧 那我过我的逍遥 小刘提供了聊天记录 他说这个微信号也是小张的 对方拍视频发给他 说自己刚提了一辆166万的奔驰S480 还说自己不缺钱 30万也就是一个月的收入 哪怕赢了官司 法院也没法执行 现场小刘拨打小张的号码 提示正在通话中 记者用自己的手机打过去 对方接听了 你好 请问是那个张俊张先生是吧 你好 我这边那个浙江电视台 1818黄金眼的记者 就是有一个那个刘先生 他说跟着您去做那个投资啊 然后现在那30万块钱 然后在那个APP上 一下子就没有了 想跟你了解一下是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我不知道 听了小刘的介绍之后 相信大家跟记者一样 有很多疑问 希望从小张这里得到答案 电话接通之后 对方没有否认自己就是小张 可记者深入聊下去 对方却连自己的出生年月 都已经忘记了 对方表示自己不认识小刘 对这些事情并不知情 记者希望能跟对方合适一下微信号 那那个是你的账号吗 这个我不清楚 但是我想问你一下 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 你们有这个相关证据表明你们是记者财的吗 有的呀 我们现在在这个仓座派出所门口 您可以方便的话可以来 我当面给你看我的记者证 这样的呀 你们既然是认为我有期待 或者说怎么的 你们可以去派出所方案吗 跟你先了解一下情况 了解情况嘛 那么我告诉你 我不想跟你了解情况 那你跟这个刘先生认识的了 认不认识的那我也不清楚 OE那个APP上面的钱怎么没的 这个有没有跟他解释过 那我更不清楚 那你是做这一块工作的吗 我不清楚 他说听说您是03年的 我是这个东西我忘记了 那您现在是在安基吗 我现在应该吧 应该 应该吧我不太清楚 他说您之前用那个小号加了他 说是您刚提了那辆什么 S级的是奔驰是吧 有吗 我不太清楚 聊天记录说是一个月赚个30万 没问题的 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不因为你讲了这个问题 但是我不太清楚 好 我们现在呢 不太好透露相关的一些信息 你们觉得这方面有什么疑问呢 你们可以去向公安去了解 记者问了很多问题 对方都表示不清楚 也尝试过把对方约出来 但得到的回答很模糊 接着找到安吉昌硕派出所 民警表示 小刘已经来所里反映过情况 做了相应的记录 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 小刘表示 他暂时不打算回河南 之后还要跟派出所沟通 同时也准备走法律途径 现在回想起来 整个事情一开始疑点就很多 到底是把这30万投去做什么 你有没有弄清楚 弄明白 不是很明白 那APP里面那些数字的图表 什么你看得懂吗 不是很懂 那交易所的什么问题 他有没有告诉你 没有 两个情况 第一个你跟他分心分顾 第二个你对这一块的内容 并不了解 当时怎么就下定决心了 把这么大数额的钱 投进去了 之前也是因为在图木行业 想在工作之余 能不能就是有一些收入 30万攒起来也不容易 是吧 是的 都是自己存的钱 也有借的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